梅凱松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面凱松 所以沒什麼準備 就是不好意思 等一下要請教大家 就是我是香港人 然後所以 就是大家有聽過 最近有12個香港人被逮捕到大陸嗎 對啊 就是有12個香港人 在8月底的時候 就是有傳說 他們就是想要透渡去台灣的時候 就在海上 就是在泉上被逮捕了這樣 但是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們想要透渡 其實也是一個疑問 因為現在還沒有證據嘛 而且他們那個 據說那個泉出海的時候 其實香港警察的急身姿 是一直跟著他們的 所以其實如果知道他們想要透渡 為什麼還要就是 讓他們出去了中國海域 才把他們逮捕了 所以好像一個陷阱這樣 所以然後他們現在已經 在那個中國的深圳的去留守當中 已經超過100天了 有12個人 然後他們的家人連打個電話給他們都沒辦法這樣 然後家人想要派自己的律師 但是也沒辦法 就一定要用那個官方用的律師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可能就 可以說也蠻常見的 就是有可能講起來大家覺得 對啊台灣也有李明哲 然後也有李孟居這樣 但是就不可能這樣就放棄啊 就是因為有12條生命就在那邊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可以做點什麼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聯署還是怎樣 因為我們也知道可能不是那麼一天兩天 他們就會被放出來 有可能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幾年 但是起碼我們要期許的關注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網路上留個什麼 就是可能一個網頁或一個期許的聯署 或一個更新 這個我就是還要請教大家 讓這件事不會這麼容易的就消失 就是這樣謝謝 好 謝謝Sindy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更多 關於這12個香港首途的事情 然後想要協助把這件事讓更多人知道的話 就請找Sindy 好 那我們